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讲量话 接下来我们问一下我们的张老板 其实华欣基本上让我感觉 一夜之间就所有的分店分公司 布满南加州 当时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想把触角真的深入到每一个社区 说句实在话 我又是遇到了贵人 在2003年 然后这个觉得说 应该学些什么东西 可是呢都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好学 那那个时候第一堂课上了卡内基 然后上卡内基的同一个时间 我知道那时候有一个课程 叫原作教育学到了洛杉基来 那我有幸能够参加这个课程 那这个课程的第一堂课老实讲的说 我们人伸到这个世界上面来 什么都有忘了带一样东西 是什么 使用手册 我们买个电视机 也有使用手册 通通有使用手册 可是当我们有了使用手册之后 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只会开机 对 关机 关机跟选台 是应大效 它很多方式我们都不会用 对不对 那真的是点醒了我们 那我们怎么样去好好的运用 我们手上的现有的资源 然后把现有的资源 好好的发挥 然后那个时候公司也是在太太的指导之下 说这样子就已经很好了 那可是当他先上了完这个原作的课程的时候 他反而鼓励你了 他说永续经营发展 是对客户的 一个承诺 对的负责 那我们公司要往前面发展 要扩大 也是对员工的一个负责 对 是我们不前进 员工就没有办法升迁 对 没错 完完全全不是站在 为了自己失利 而是为了整个的 整个员工以及客户的这个角度去着想 是的 所以说呢 那个时候当我们想通了 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走 义无反顾的往下走了 对 对 对不对 到今天现在两百多个员工 是的 我知道其实我到过华星 我最感动的是 华星员工们对客户服务的态度 你是怎么样去建立一个这样子的公司文化 这又讲出来很好玩 我很羡慕在台湾开百货公司的这些人 对 因为我们到客人到百货公司去 尤其是按电梯的 都要鞠躬 欢迎光临 谢谢光临 这种东西 我觉得说那种感觉是舒服的 那你想要想别人怎么样对待 我是客人的时候 那我们就怎么样去对待我们的客人 OK 那员工也都欣然接受 你是怎么样让他们觉得 要有这样子的同理心 沟通 OK 沟通 OK 很多事情说清楚 讲明白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做 OK 当然我知道华星有很多的在职训练 对员工来讲有不断的 不同的在职训练的program 让他们真正的能够了解市场的趋势在哪里 客户的需求是什么 没错 专业知识的部分很简单 那都是几堂课上一上考考试就过了 可是你的内心的深处是不是认同这个 我们比方来讲说永不打烊 对真的 真的做到永不打烊 对 对 永不打烊这个是信念 因为我觉得我是新桥移民来的 我是第一代 然后来到这边有多少人是英文不好 或者是发生的事情会觉得手忙脚乱跑 对不知道该怎么办 无所事从 对 如果说我们永远都开得在 我们永远都在 有任何事情一通电话让你安心 OK 所以我们电话号码当初取的 OK 都非常的配合我们在美国的生活 因为美国生活里面 Emergency Emergency 你打911 对 所以11一定要记住 对 911 当然如果说这个Emergency一过了以后 你马上通知333 1111 因为333加起来是9 9 对 后面就是又是11 对不对 对 然后333 1111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 你有任何事情 对不对 划心都在你身边 是你的这个 等于你的这个私人秘书好了 随时在你身边 你要最简单的 OK 现在疫情期间 对 你找不到医生看你 该怎么办 打个电话过来 对 然后我们会帮你安排 哪个地方 Emergency 或到Emergency 或者现在最流行的 在网上看医生 是 对 我们怎么样去帮你把这个沟通好 OK 那有的人说 好 我们今天要去做 这个Covid的测试 对不对 那付钱你到哪里去 对 如果你不想付钱 再到哪里去登记 我们在旁边立刻就帮你把这些事情 找到解答 对 能够把这个处理掉就对了 是的 出了车祸 然后在这个 高速公路上 对 然后这个周围的人都是讲英文的 警察也讲英文的 你英文不通的时候 你怎么办 这是真的站在移民的立场 因为自己走过这条路 对 能够将心比心的 把这些服务都做到位 不过我觉得能够把员工的向心力 集合在一起 最主要是我聊到现在 我觉得你真的很爱保险 是的 这是你的终身置业 你是用你的热情跟生命 去经营这个事业 我觉得那是很好玩的一个工作 我完全不把它当成一个 一个辛苦的事情 我觉得说 助人为快乐之本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觉得我有被利用价值的时候 心难用我 就对了 我突然发觉说 这个废物利用 它就是变成一个瑰宝 你如果再好的东西 你都不用 它不是个废物 没错 对 我很谢谢 我们很多好朋友们 有任何事情都会想到我 没错 你是一个知名的热心人士 包括在社区 也做了很多义务的工作 善心的行动 要不要聊聊 你怎么盘着时间 这么忙还分配得出来 能够做一些这样子的 社区跟善心的活动 我不敢讲那是善心的工作 我只能讲说 那是很好玩的工作 你也把它当成 你的生活的一部分了 是的 当你的付出 就比方来讲说 我们对中文学校 以前我们都是给学生奖学金 对 后来我学生说 这些学生念书 已经有那么多人 在给奖学金 在照顾他们 怎么做见什么 可是那么多老师 教中文的老师 他们没人管 教了40年 教了35年 教了30年 你想那多么不容易 40年如一日 那可是呢 有谁来奖励他们 真的没有 你会懂 你真的是一个很懂得 换位思考的人 对 因为换位思考 就会找到更多 被需要 需要被帮助的人 是的 需要被重视的人在哪里 然后呢 我最近我在想说 2021年 我应该做些什么 对 就是未来的规划 还要带着什么 带着自己跟团队怎么做 对 说句实在话 2020到2021的时候 我看到了太多的危险 OK 2020你看疫情是不是危险 火灾是不是危险 地震 暴动 地震还没到 之前有小震过 然后暴动 暴动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然后再来 这些东西都已经几乎快成过去事 可是我们的未来是 是不是更可怕 我们的未来是怎么可怕 如果说你今天开商店的 很多人来你店里shopping 都是零元消费 看了什么东西高兴就拿走 然后说那个是原来就属于我的 我之前被你们欺负 所以我现在只拿我 我应得的 950块钱以下都免坐牢 对 没错 对 然后我们看到很多报道 我们现在洛杉矶市警察局 有40%的警察想要离职 然后我们洛杉矶县警察局 对不对 那这个预算被砍 然后有一千多个警察 现在可能要dee-release表来找工作 但我们的治安 治安就没有人雇了 对 然后再来就是好不容易赚了一点钱 赚了一点钱 交税 对 你还拿不到一口袋都交税 对 种种这些事情 那未来要怎么办 在面对新的一年 其实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希望 对不对 是的 那怎么办 所以说我想说 我们看到很多我们能做的事情 就比方来讲说很多老人家 现在我们最近办很多的课程 对 我刚刚讲原意的课程 对 这个课程的课程 甚至于说我们未来是要带大家去消费 OK 我们现在呢 华兴保险比较骄傲的事情是 我们知道客人有什么好的产品 那或者是哪些东西是大家所需要的 我们把它放在我们华兴的团购上面 OK 这个很好 作为一个中间的桥梁跟平台 对对对 然后来介绍 帮我们的客人创造它的被利用价值 对 让我们的客户得到很好的deal 然后我们常常在做之类的事情 嗯 等于把supply跟demand综合在一起 一起创造大家更好的一个生活的环境 是 然后我刚刚讲过 然后这个 我自己把自己放空 我想要的东西 可是我不会 那我就去找老师 我来教我一个人 来教大家 OK 就要种花嘛 用手机嘛 怎么样去照相嘛 嗯 怎么样去养狗嘛 种种这些 反正是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 其实这也是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了 是的 对不对 让自己跟现代的趋势 跟生活的需要更贴近 这也是对的 然后当然了 我的工作是做保险 对 对不对 然后前两天 各位看到12月3号 嗯 包括美国国税局 嗯 要来社区里面推广 怎么样保护你的个人的资料的安全 免得被这个萧小把你的资料拿走 倒用了 对 然后退税啊 对 谁是第一 实际上全美国第一个受害者 最大的受害者是美国国税局 OK 因为你的钱该退给你的就被别拿走了 他要再赔给你一半 他要再赔给你一半 那基本上来讲就是很伤的一件事 其实国税局赔了对民众也没有什么好处 是的 都有还是 因为税可他自己要买单 对不对 那就是说我们想说 好 我们办一个活动 我们怎么样来保护我们客人的资料安全 有美国国税局 有美国的这个最高的情侦单位 OK 像FBI 然后 来给大家教育啦 对对对 我们就是来做各式各样的课程 好 然后如果说你想要学什么东西 然后认为是大家都很需要的 让我们知道 让华欣知道 就来安排 就来安排 最后利用一点点时间 利用你的专业 面对现在的健保开放期 对 OK 有什么要提醒大家该注意的 尤其是对老人家来讲 很简单 我们在最近在常常提醒各位的 如果说各位用的是像这个自由可以看医生的 然后或者想要好的医院的 那现在有这个所谓的holiday OK 让你要从H&O转到所谓的PPO OK 可以guaranteed 可以让你转换的过来 OK OK 这个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 OK 只有这个怪事年年有 2020特别多 对 所以这个是对个人 或者对公司的保险也是这样吗 没有 只有个人 只有老人 65岁的老龄家 OK 当然公司随时转换 那都是任何时间都可以 都是每个月1号生效 OK 所以说第一个买药的钱 现在也有新的plan出来 比你2021可以省50个percent OK 这就是老人家的福利就对了 然后还有 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说你是无敌铁金刚 不生病的 然后也不吃药的 现在还有退费的 OK 你交了保险费 保险公司再配你125 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 12月7号之前 所以今天已经12月5号了 还有三天的时间 赶快把握跟华欣联络 对 因为我觉得你们手上一定有 最充足的资讯 对 那个人健康保险 OK 那当然在12月15号之前 也一定要完成 因为12月15号已经完成 你才能在1月1号生效 生效 你觉得会不会再延期 对个人来讲 个人到1月31号 OK 但是呢 延期 怪事特别多 不要去想 不要 对 因为你什么时候生病 你怎么知道 对 还是早点把这个事情打好 立刻就保险不能中断 对 这是我们在美国生活的 最基本的一个想法 概念就对了 好 今天谢谢张老板 来到我们节目中间 也希望透过您的介绍 时间好不够耶 等一下就讲完了 对不对 下次再来 好不好 我们一段时间请你回到节目中间 因为我也觉得还没聊够 OK 谢谢你今天分享这么宝贵的人生经历 跟健跑的建议 谢谢